我們在手機上面是很容易做到直播的 不管是橫式直播或者是直式直播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做臉書直播 我們只要把臉書打開來 然後按下去 這邊有個叫直播的按鈕 按下去好這時候你手機擺直的 就做直式的直播 你還可以切換鏡頭 切換這個是這目前看到這個是後鏡頭 你也可以切換成前鏡頭 你也可以做橫式的直播 只要把你的手機擺橫的 這時候他的UI就是橫式的 這時候你做出來的直播就是橫式的直播 那我們在手機上面做的直播啊 他就只能做到前鏡頭跟後鏡頭 那很輕易的做到橫式直播或者是直式直播 那我們在想說有沒有辦法讓手機 外接像這種 外置的攝影機 然后呢一樣透過剛才那種臉書的APP做直播 好比如說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攝影機打開來 然後呢 hdmi 拉出來之後 然後連接外置的擷取卡 這支外置的擷取卡 連接至手機上面 好這時候APP就可以打開來 你看這時候畫面就來自於這個 攝影機的畫面 問題是啊 這樣的做法 你只能在特定的APP 比如說像一些 第三方的直播APP 像camera 5 live 因為camera 5 live他有跟 facebook啊 還有youtube等等等的直播平臺 跟他要第三方的API 那就把整合進去 那我們在思考的問題是說 我們這樣子連接 將外置的攝影機連接至手機上面去 我們的原生的這個APP叫的出來嗎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這些原生的APP 他只認得前鏡頭跟後鏡頭 是無法叫出來的 這也是呼應到我在2021年的11月的時候 我拍一個影片 所以說如果我是一個有錢人的話 我要怎麼做一個直播的一個產品 我是想做一只手機 他是可以接這個外置的HDI訊號進來的 這樣就可以解決掉很多很多很多的這個直播的問題 我希望說能做到的一個目的又是這個原生的這個facebook打開來 把這個後鏡頭給挖掉 然後呢當你在抓前鏡頭的時候 其實就是抓到這一只 那你打那個line打開來 然後把前鏡頭挖掉 然後你去抓前鏡頭的時候 就騙過這個系統 就是抓到這一只攝影機 這個想法目前為之 直到最近才實現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個產品 就是這一只 我們有特別的客製化一個安卓的平板 這個安卓平板是非常的特別 好他這邊有一有兩個HDMI的輸入 第一個HDMI是取代掉前鏡頭 他前鏡頭是沒有的 那這個HDMI是取代掉後鏡頭 也就是說啊你那個APP在抓前鏡頭的時候 他就會抓到這個 這個這個HDMI的洞 當你的APP抓到後鏡頭的時候 就抓到這個洞 啊這樣子 那我們的聲音方面的話 也有三個部分 當你在抓前鏡頭的時候 HDMI的聲音就當成是你的麥克風 當你在抓後鏡頭的時候 你的 聲音你的麥克風來就是你的 這個HDMI的輸入來源 除此之外你還可以做混音 這邊還有一個多一個這個 麥克風的混音的地方 這邊有個麥克風鏡好 我們今天就要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如何讓這個外置的攝影機 在原生版的Facebook 原生版的Line 在原生版的Skype上面等等等 做一個直播的一個動作 而且我們叫做直視的直播 目前啊這個平板沒辦法上這個google play 所以說啊 我們會給你一個AP 的一個第三方的下載軟體 就是這個 APTO ID這個下載 他他其實玩法也是都跟這個google play是一樣的 好那 這時候你要先接這個網路 他這個網路可以接這個 Sync卡或者是有線網路 或者是wifi wifi也可以 那我們比較不建議是接wifi 因為 這個wifi他會受到干擾 我們用有線網路做個示範 好這個是有線網路把它接上來之後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再下載再打開剛剛那個APP 這個 這時候 我們可以搜尋這個 Line 這個都下載的到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沒辦法上這個google play 所以啊 有一個APP是不能用的 那叫做youtube的APP youtube是沒辦法做直播的 因為youtube他是跟google play要綁在一起的 那另外還有就一些小限制就是 有一些APP啊 他可能會跟這個google的帳號綁定 比如說你用line 的帳號可能他可能注册方式有可能是用 這個google的帳號綁定好 這有可能有可能不能使用 如果你是自己自創的或者是用電話號碼登錄的 這樣的APP 應該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實際先測試一下 像這一個是下載過一個內建的 這個攝影機 我把它打開來 好那我就把這一個外接的這個攝影機 這個是那個sony的攝影機 我把它的hdmi插到這個前鏡頭 這裡 然後呢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前鏡頭的畫面 就會產生這個攝影機的畫面 打開來 哦有沒有看到有出來了吧 這樣子 好那你會覺得說奇怪這畫面是顛倒 因為我們現在是做這個直視直播 所以一切都是以這個ui為準 好那你發現說畫面是顛倒 你就把攝影機轉90度 至於說是要轉這一邊還是要轉這一邊 完全是看你的這個影像 而定好我們來轉這一邊 這樣是對的哦 就轉這個方向 那當然有時候 他的方向是會顛倒的好我們來試試看 比如說轉到這個 後鏡頭去後鏡頭 然後呢我在這邊再做一個旋轉 旋轉90度 好這時候是可以的哦 可是有時候是前鏡頭是要轉 那個方向 然後後鏡頭是轉顛倒的方向 反正呢就是實際連接這個 攝影機為準啊 就看看這個ui 這樣是垂直90度的 這個畫面是不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就是ok的好 好那我們來實際做那個臉書直播 臉書有兩種APP 一個是facebook 一個是facebook lite 那在臉書來講 我就要用這個facebook lite 打開來 好我們來實際按下去 就是跟我們平常做直播的方式是一樣的 開始直播 換鏡頭 好這時候就有了好 然后呢 把它按成 開始直播 開始直播之后 就跟你平常的直播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平常直播的時候 是用這個前鏡頭或者是這個後鏡頭 那這時候的直播是用這個HDMI的這個 攝影機取代他好 來實際看一下直播的內容是怎麼樣 這是開始直播了 好我們來測試其他的APP 比如像這個line line的直播 這個line 那我們來實際播一個視訊通話 這個 前鏡頭 前鏡頭 好 開始直播了吧 啊你又發現說這個 畫面好像是顛倒的 好沒關係 這時候你就轉另外一個方向就好了 所以啊這個東西就是你在事前的時候 就要先把方向喬好 喬好因為有些APP可能是轉另外一邊 有些是轉這一邊 Skype打開來 那我也不知道說到底是要轉 這個方向還是轉另外一個方向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呃 這個 視訊通話 視訊通話 目前這個是我的 然後他會黑一下 大概過一陣子 好有看到畫面 可是這畫面又是顛倒的 所以你在在轉90度就可以了 好你看到 這樣子這樣畫面就對了 畫面是來自於這支攝影機 所以啊就是 轉90度有時候是要轉這一邊有時候轉這一邊 這些都可以在你在做視訊會議之前 先判定好的 呃比如說像這個instagram 這個instagram也可以做 那這時候怎么做呢 就按你的現實 相機 好這時候畫面就出來了 你用了instagram帳號沒辦法做直播 如果可以做直播的話 他就個直播功能按下去就直播了 那畫面是確定是呈現這樣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論 這個論打開來 然後就就是新的會議 召開新的 一樣是可以抓到 轉換一下就有了好 這時候畫面是對的好 這樣子你的外接攝影機可以變成是論的視訊來源 好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讓的直播讓 live 好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按這個 開始直播 旋轉 旋轉完之後就有畫面了 好這時候就可以開始直播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用外置的攝影機做這個讓的直播 剛剛我們提到說手機其實是個方便的直播工具 他可以很容易的實現直式的直播或者是橫式的直播 你只要也可以 用這個前鏡頭或後鏡頭直播 可是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視訊來源就只有限制於這個前鏡頭後鏡頭 那我們今天做出這一個產品出來主要目的就是騙過這個 手機的 app 手機的 app 去抓這個前鏡頭的時候 哎 就是這一個洞 這個 hdi 的來源 手機的 app 去抓後鏡頭的時候就是抓到這個洞 所以以現在這個 app 來說他就是一個特一般的 照相機 app 我現在是抓後鏡頭 所以看到的畫面就是 後鏡頭就是用這支攝影機取代 那我剛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無法提供 google play 也就是說啊有一些的 app 是無法使用的 比如說像 youtube 的直播是目前這個版本是沒辦法實現 等後續我們一個新的硬體的時候可以把 google play 上上去的時候 那么這個 youtube 的直播也可以 可以沒有問題有一些 app 他必須要跟 google 的帳號綁在一起 這時候可能也會有一些問題 如果你的 app 的綁定是透過手機啊 或者是額外的註冊用 email 的方式的話 那這樣保證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啊外接這個 hdi 的攝影機做直播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是要跟這個導播機結合 導播機啊就是可以利用你的手 去做一個視訊的切換 你的視訊來源 可能不是只有一個攝影機的來源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導播機做一個視訊的切換 那我們等一下介紹就是如何用導播機 去做視訊切換 去做臉書的直播 這是 hdmi 的視訊導播機 antamini pro 那其實都大同小異啊 他的玩法就是 這邊有 hdmi 1234輸入 你可以用你的這個手指 去控制 到底目前是哪個頻道 那這邊有個 hdmi 的輸出就要連接到這個 平板電腦上面去 這個 hdmi 輸出 然後呢我就連接到這個 平板的 後鏡頭 這邊 一樣的道理 我先做那個臉書的那個直播 我們打開臉書 這個facebook live 然後呢我就按直播的功能 開始直播 有看到了嗎對不對 好這時候呢再轉成這個 這個 antamini pro的pgm的畫面 這時候就可以做切換 切換切換 1是對的 1的畫面是對的 這個畫面是對的 那2的畫面是錯的 所以我們要給他做個顛倒就可以了 顛倒方向 這時候 1就是他 2就是他 這樣子 好我們來實際做直播 開始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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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不是就可以實現這個 連接倒撥機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一樣的道理啊在line也是可以啊 打開line就跟剛剛一樣做line的視訊通話 可是啊你有發現是顛倒的 顛倒就在轉90度 是ok的然後我們在做視訊切換 2 1 2 這是一款特別的平板電腦 他沒有前鏡頭也沒有 後鏡頭 前鏡頭呢就這個hdi的動取代之 後鏡頭就這個hdi的動取代之 以我目前這個app來說 我用這個後鏡頭 這個後鏡頭的hdi來源是一臺 這個導播機 我可以做用手指做 視訊的切換 用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讓一般的視訊的app 比如說像facebook live 或者是像line啊或者是像 17 live等等的這些原生版的app 當他們在抓前鏡頭或後鏡頭的時候 事實上骨子也是抓這個hdi的視訊來源 當然啦我剛有提到有幾個限制條件就是他沒有辦法上google play 所以youtube live是沒辦法做到的 啊還有一些app必須要用google的帳號登錄的 有可能有可能不能實現 如果你的這個 視訊的app是用你的手機登錄的或是用facebook登錄的 那麼應該都沒有問題都可以使用 謝謝大家